好,接著是Energy,第36頁 Nukeer Energy 這個在Core裡面,其實我們已經學了 這個只是review 但是課程裡面是要考的 所以大家一雞兩尾 讀完Core就讀到這邊 它的內容基本上都是接近的 看看它應該想考慮什麼 第一,首先你要知道 太陽就是Fusion而來的 Fusion就是核電廠的 大家知道,Core見過 另外,你要知道 核能,核分裂或是 核融合 都是coming for 什麼呢? 就是Nukeer 裡面的關係 最重要的東西就是這個 就是Mask Defect 記住,Nukeer裡面的Mask 和它分開了Mask有分別 哪個大一點呢? 是一看的時候 Mask大一點 還是分開Mask大一點呢? 知道嗎? 原來要看你 是Fusion還是Fusion 如果說是分裂的話 分裂的話 一個的Mask 和分開的Mask 哪個大? 如果是Fusion分裂 一看的時候 Mask應該比較大一點 分開之後 就發覺少一點的 這個叫做Mask Defect 不見了的Mask Defect 做什麼? E等於MC Square 變成能源 OK? Fusion就反過來 Fusion就是什麼呢? 拆散的Mask 就多一點的 融合了呢 Mask就少一點的 那就是說不見的Mask 又做什麼? 又是E等於MC Square 那記住喔 尤其是MC 尤其是Core 會有機會問你 那些句子 是不是永遠對的? 是錯的 這個 只是說他們 大家應該有Difference 還要看看 它是Fusion 還是Fusion OK? 那你要想清楚 到下面 中間 大家都可以回答 Energy會Release Combine 從一個Lukus 就是Fusion 另外 下面寫了 你的Energy 是需要的 當你restore回到它 因為要給它一些能量 它才可以變成 Individual OK? 即是你Break down 它的話 其實你可能要給多些能量 好 到下面 那這一隻Energy 叫什麼呢? 叫做Binding Energy 這個字呢 是很難明白的 Binding 要Energy 的嗎? Binding 即是等於你們 打一些Lukus Denon 加一個膠圈 那些叫Binding Binding Energy 記住 如果我貢獻了Energy 給那個System 那System的Energy 會比之前 多了 那你在Camp的角度 Energy多了 是穩定了 還是不穩定 是不穩定 是不穩定 所以原來記住 這個Binding Energy 名字 我本人覺得 作得不太好 這個Binding Energy 不是用這個Energy 去Binde你 是反而做什麼? 是Break你 OK? 就是你要Separate 的話 你需要的能量 所以 嚴格來說 這個Binding 可能是Separate 的Energy 可能更加適合 OK?行不行? 但是 那些科學家 都會反過來想 就說什麼呢? 哦! 為什麼你上面的東西 會Hold得住啊? 中間當然有人 Binde你啦 Binde你的話 最後你為何要Break down 因為我勉強把你Break down 那麼Break down的時候 你放多少Energy 就叫做Binding Energy OK? 所以行不行? 這裡說什麼呢? 是用多少能量 將你Break down OK?行不行? Binding Energy 意思是 原本你一顆 接著我現在貢獻能量給你 令到你散了 所需的能量 就是這麼多 OK? 下面呢 就有一條這樣的顏色 這樣就學過了 好! Pose and Cons 到這裏 咦!好像打錯東西 又打錯東西 這個不應該Solar Energy 應該什麼? New Key Energy 那自己的律師改回 那怎麼去Pose它? 因為不會有放Carbon 不放Carbon 放什麼? 放一些Radioactive Material 的相關東西 可能有Radiation 或者一些廢料 如果洩漏的話 那下面呢 Reliable Power Output 為什麼? 是很穩定的 為什麼穩定? 不是 因為控制到 怎麼控制到 控制到上面的顏色 你可以控制那支 控制Word 那支棒 它令到reaction 是強一點 還是差一點 OK? 去控制那個train reaction 所以當你發覺 咦!晚上 要多些冷氣 那你的核電廠 就給多些能源出來了 發覺現在不是 不需要那麼多能源 那就放下 那會不會 隨著天氣改變而改變的呢? 是不會的 但是水力會 為什麼? 水力發電 是會有問題的 不夠水 不夠水 通常什麼時候沒有水 如果是中國 冬天 冬天 冬天會缺水 原因是為什麼會冬天缺水 其中一個原因 其中一個原因 另一個原因 地理上 繼續吧 為什麼沒有水 都差一點 結冰 結冰的水怎麼流下來 OK?行不行? 所以啦 但是回到春天 溶雪就糟糕了 之前不流來的水 就現在一次過流了 有機會有氾濫的 OK? 這個就是灼價 但是我們核電那些不會 除非意外的 另外到下面 有什麼不好處呢? Dangerous 還有它的廢料 是long lasting 暫時的技術 是不可能消失的 暫時的技術 另外一些biproducts 是什麼呢? 副作用 副作用 即是有些sign product 其他的東西會產生出來 做什麼呢? 就做核武系 所以啦 通常人家建核電廠 有剩下的廢料 其實會再提煉 就變成核彈 另外呢 就會致命的核意外 有機會啦 所以 其實他們 會出了另外一些 unstable的 材料 OK? 那些 所謂 比之前 stable的材料 其實你可以再另外一些方法 激發它 再爆 所以那些是做合肥料的 那如果發覺做不成核廢料呢 它也可以做炸彈 就是髒蛋 可以嗎? 那一些核輻射的髒蛋 在你天空裡面爆炸 那你糟糕了 你整個城市 到處都有些 輻射性物質 OK? 那你就會 很傷害性的 但是不是即時死亡的 慢慢才死 那下面有些事件 不用記的 就是資格的 最出名的就是後面那兩隻 這個就是赤爾諾貝爾 860年的 那有個新一些的 什麼來的? 福島 福島 都是七級的 OK? 那這個就是三里島事件 美國 美國 好 到下面 到F那裡 那這個Fossil Field 對於這個環境的影響是什麼呢? 那為什麼突然間跳到這邊呢? 就是前面說 有些什麼Energy的Source 那有水力 風力 還有核能 那些呢 那這就是Fossil Field 那原來你提煉的時候 extract它的時候 在哪裡來的呢? 通常在undergram 或者在海藏 海藏就應該是那些微生物 受高壓 地殼的改動 壓制它而來的 所以我們中國也有 什麼南海油田 那些就去南海那裡 就做些 鐵 那些叫什麼? 鑽油台 是的 就下去下面抽些石油上來 或者天然氣 俄羅斯那些 大部分都是天然氣 運去歐洲 或者中國 那下面寫了 那這個Win-Wolf就是什麼呢? Destruction 那些是Human Geography的 OK 那你會破壞地下 那地下 那地下 為什麼呢? 你要挖 挖的嘛 你要mining 你要挖很多很多條洞 下去地下 那些洞挖完你就不理了 那你不會倒進去 洞就當隧道了 那挖到這麼多隧道會怎樣 你幻想一下 魚這個是山來的 山來的 跟著這裏整條 這裏整條 整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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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裏狂整 知道山最終會怎樣嗎? 會倒的 所以大陸呢 其實有很多 什麼山來傾斜 山倒的 為什麼呢? 因為過度開彩了 那當然大陸呢 就不是用來去挖Forset Field 那大陸通常是挖些礦的 挖些礦還用來 挖些煤啊 挖些煤啊 跟著沒有支撐了 那上面有很多坑 支撐不了 就會倒的 這個叫做 山崩 是啦 是啦 是整條村沒有的 因爲它一倒就一定向下倒的 地心吸力 整條村就會活埋的 死得了 那到下面了 Water Supply 水的資源都是 因爲它會有些toxic的chemical 就會污染的 例如你當一些石油 流到一些食水裡 你不會喝石油的 OK 那他們有一些toxic material 另外 亦都會影響到一些植物 和一些動物的 好到下面了 到一個conversion conversion conversion 是什麽呢 我們就會將那個fosic field 由chemical 變成另一個方 但是中間會有些pollutants 出現的 那這個其實前面有講了少少的 那後面呢 就是個effect 因爲它都想大家知道 有些環保的東西 那下面 Carbon Dalsa 會怎樣的呢 就是Golbal Warning OK 溫室效應 Sulfa 和Litric acid 就是酸乳 那大家可能在其他topic 都會聽過的 那以前呢 那些酸乳是很嚴重的 尤其是去觀塘 你聞那些氣體 知不知道是什麽味道 應該我想20年前左右 好酸的 好酸的 好縮的 那些是什麽來的呢 這些 這些 Sulfa Dalsa OK 酸酸縮縮的 那下雨更加死了 隨時你的衣服都穿了 那麽誇張的 那另外 Carbon Monoza 有毒的 那如果大家吸了Carbon Monoza 會中毒的 那中毒就是 好眩睡 好眩睡 那睡著就去了 那到下面呢 一些的 organic compan 吸了也是不好 那我整天 大陸整天說的 PMDude 那就是那些 懸浮粒子 OK 那是PMDude 去計些 那N呢 就代表什麽呢 largest diameter measure in m 那 就是計下那些 懸浮粒子 有幾大的 size 這個mul是幾大 10的 負6 負9 是 納米 Lano 這個負6 那就代表那些 原浮 一指有幾多 那當然就會影響 你的呼吸道 的問題 是不是 當它們 就是那個 fosset field burned的話呢 其實呢 它有機會是什麽呢 你需要做cooling 例如那些車的 engine 整天走走走走 出煙的 那就是水滾 尤其是巴士 整天掛低 大部份呢 都是水滾 後面呢 就出煙的 那為什麽呢 因為太熱了 engine cool down 不切 那些水呢 就太熱了 吸了一些熱能 之後的水變什麽 變正氣 更慘 正氣理論上 應該是循環變回 做水 不斷地做cooling 但它變成了正氣 走了之後 就沒有cool down 那engine會更加再繼續 更加熱 熱到頂不上了 就會catch fire 所以巴士有機會 會火燭的 通常就水滾 連些水都沒有了 它就太熱了 就會自我燃燒 所以不捨 當我們discharge back to sea or river 那會怎麽呢 因為做cooling 通常的核電廠 就很近海 或者河流 就用來抽些水上來 跟著做cooling 跟著倒回去 倒回去呢 那些heater water 就會產生生生態意外 OK 因為譬如說那些蝦 正常來說 就是一個海水的溫度 十多度 突然間熱了 變成二十多度 它就會有改變 那有些蝦很奇怪的 除了溫度改變的性別的 放了一個群 有沒有人聽過 是呀是呀 它會控制的 看回你的溫度 就會 即使原本出來是男的話 都會變成女的 OK 行不行 那有些生物是這麽古怪的 是除了溫度而改變 男女是多與少的 那如果這樣的話 改變了全部 變成女人的話 所以那隻蝦有機會 就會有問題 OK 但當然那些蝦是單性的 即是自己繁殖的 是有的 好 下面 Distribution 做這麽辛苦 提煉了些東西 那是怎麽要運的 那運的方法是什麽呢 你可以先變成電線 然後再運 但如果這樣的話 我就用Core那邊 Transformer 高壓電塔 全電 那些人 仍然都會有Loss 仍然對於附近的東西 都會有危害 那因為譬如說 那些蝦是蠢的 那便撞到電線 電死了 那也有機會 會 那當然 之前不是有個問題 就是 站在電線上 死不死的 是不死的 但如果譬如說 它撞爛了電塔 而兩條線 駁著它就會死的 或者那些猴子走了上去 在那裏跳一跳一跳 那有機會都會死的 OK 另外一個 就是油管 現在少些 以前整日 美國那裏 就整日有些什麽 大油輪大災難的 就是油輪泄漏石油 泄漏在哪裏 海 那怎麽樣清潔 是啦是啦 那就會什麽呢 好彩 那些石油是 輕過水的 它會浮面 不過浮面還死 爲什麽 是啦 那所以會令到 下面的水的生物 窒息的 OK 燒它好不好 其實不好的 燒它就產生 上面那些東西 那些Pollutants 那些CO2 那些CO2 那些更加死 還有你燒的時候 會令到下面的水熱了 下面的生物 除了窒息之外 還會熟了 OK 那麽就只能死 那怎麽算呢 那當然就找些船在附近 就不斷 那些油 在船上 就再上船 再上船 再處理 OK 那所以有些吸油煎 那些水 就吸油 扯回煎上去 OK 那就去 避免了些什麽 去解決這些石油的問題 那麽還有 因爲那些油是會走的 你要找一個浮泡 圍住它 才慢慢清潔 香港都試過有些什麽的污染 好 到下面 咦 用了 用的時候會怎麽 那些浮泡 其實轉化了 變成電能之外 所有家庭電器用電的話 其實都會做到的 那 就會有什麽 Heat pollution 尤其是大家的冷氣機 會令到附近空氣更加熱 好 到這隻 好IS 好Bio 的 Jogger 有沒有 Jogger都有 那這就是 Greenhouse Effect Golbal Warning 那最大問題是什麽的呢 賴CO2 賴Mething Mething是什麽 蟑丸 就是什麽 蟑丸 就是什麽 就是防皮 那些沼氣那些 附近 那原來有 有樣都幾 不知道笑話 還是事實 原來溫室效果 除了賴人之外 知不知道還要賴什麼 賴羊 賴羊 那些 因為我們有畜牧葉 OK 其實我們養的動物 比我們應該要養的 太多 那他們賴皮 其實都是 產生大量溫室氣體 OK 所以應該不要吃肉 那就環保一點 到下面 水 水都溫室氣體 為什麽 為什麽 水最強勁是什麽 對 Specific Heat Capacity 其實它是儲能量的 所以太陽這麽辛苦 給了那些能量 水是儲了的 其實它都有貢獻 這個 保持溫度 這麽加提高 這麽關係 Ozone 什麽 臭氧 臭氧 原來 那麽 所以 為什麽 原來它全部都是 absorb IR Ir 是一個 熱的 EM wave OK 最有效的 好 下面 當太陽光 到達地球的時候 有部份 反射 去外太空 但很多 就會落到地下 地下 地下就會absorb OK absorb之後 就會再remit 變成infrared 理論上 做remit 上太空沒有問題 我們就會有個自然機制 去保持地球的溫度 大約30度 自然的 OK 但如果我們中間的 atmosphere 裏面有另外一些 的氣體 就做什麽 下面寫了 Inferred radiation is absorbed by the greenhouse gases 就是上面 Heat is retained 那些氣體 仍然留在這裏 因為有些氣體 太多了 幫你 把Inferred radiation吸回 原本要走路的 吸回 接著吸回之後 就令到 atmosphere 就會比之前更加亂 因此這個 effect 叫做green house effect 因此如果大家有機會 去到農莊 一些 那些叫做什麽 溫室 用什麽製的 用膠 以前用玻璃 為什麽呢 原來那些Inferred radiation 進去之後 原來Inferred 很難穿過玻璃的 進去就不能走 對不對 所以通常我們用玻璃 去做些事情 這個時候 合作點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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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著到下面 到天 氣候 氣候 氣候都關事的 很久之前 其實也不是 18世紀末 附近 18世紀 那就是工業革命 工業革命 其實就是一個很大的原因 產生大量green house effect 爲什麽 因爲發明了什麽 蒸氣機 蒸氣機 且放蒸氣 關什麽事 是燒煤燒炭 令到煲滾水 產生蒸氣 產生壓力 產生動力 所以其實不斷地燒煤 燒煤的 燒煤那些就是大量co2 產生 人的活動 產生大量的溫室氣體 原來都不是很厲害的 將溫度 提升了0.6度 18年裏面 你發覺大家微不足度的0.6度 是吧 但其實很多生物的0.6度 已經有反應了 那這件事會叫做gobal warning 即是說你要知道氣候改變 是會影響到所有地球人的 包括生物和動物 有些什麽的結果 最終 最終當然是 你不要說死亡 很難說的 有其他的effect 我們需要考慮 第一 就是 下雨了 的pattern 不會改變 你知不知道 全球最重要的地方是什麽 現在 你知道嗎 熱帶雨林 熱帶雨林 最出名是誰 亞馬遜 亞馬遜 但是好幫人 亞馬遜的熱帶雨林 現在每一年都是縮減的 一直都是縮減的 其實它是地球的肺 來的 幫大家清潔些 產生大量的Oxigen 或者其他東西 那是很溫的 如果那裏都沒有了 那就死定了 OK 那會改變到天氣 因為 當你溫室 氣體存在 全地球的溫度會比較什麽 比較什麽 比較高溫 原來越高溫 那些氣體受熱 就會怎麽 膨脹 膨脹 膨脹會怎麽 上升 上升 上升的話 那就是 有很多東西向上升 那又產生空氣的流動 那基本上 搞搞下 其實有些風暴的 OK 即是 那些空氣的流動的pattern 會比以前 喘急些的 如果喘急些的話 會有什麽呢 就是這兩隻 如果兩個一起出現就正了 旱災加水災 原因是怎麽解的呢 旱災是什麽原因呢 不夠水 應該下雨的時候不下雨 為什麽 為什麽 為什麽一些地方應該下雨 但下不了雨 沒有雲 沒有雲 因為它附近根本沒有水 蒸發上去的雲 又被人吹走 原本應該下雨的地方不下 下了就下別的地方 OK 可以嗎 還有 因為太熱了 在空氣的水 會比之前多了 OK 那即是說 真正在地上有水的地方 亦都會比之前少了 然後好水不虧 太多水又不行 又要下 下的時候 又下不適合地方 就有些不定 所以是整個全球的影響來的 Wise in sea level 蛤 會對的嗎 又說天氣熱了 應該水的蒸發程度強了 應該水的下降的 但為什麽會Wise的呢 冰川融化 對 因爲原來我們 好大量的淡水 其實儲存在哪裏呢 就是冰山上面的 或者那些 南北兩極的冰山 那其實他們是儲存一些淡水的 不是鹹水來的 那那些呢 就會有機會溶解 就令到C level提高 OK 呃 還有哦 如果冰川溶了 知不知道有什麽效果 除了多水之外 北極紅沒有定棋 還有呢 知不知道要怎樣 反射不到光 是啊 對 你好像有讀過 Jorger還是LS 有說的 反射不到光 上色 對 是 是啊 有個反射率 是啊 可以reflect90%的光 是啊 其實光是什麽的 能量來的嘛 那就是地球吸不到那9%的能量 那但是那些雪 沒有了 那些冰沒有了 那又沒有人做反射 你吸得更加厲害 那因此這個叫做什麽呢 惡性循環 冰川溶了 溫度 沒有東西反射 溫度會再高 再高會怎麽呢 冰川再溶得更加多 又再更加多沒有反射 那麽最好後來 整個地球都不會有冰的了 那麽 可以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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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來的 冰川 冰川 知道什麽是冰川嗎 不知道嗎 就看圖 因爲如果你沒有讀座解 真的不懂的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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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地 通常在那些valley 那些山 山 雨山之間 有個峡谷那些 那麽 那麽 是啊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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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实它掌握了很多的水 这个比较吧 1850年是这样的,2000年是这样的 咦,那是什么?好像少了,还是什么? 少了 原本有这么多的,现在少了 那就是没什么水 你可以这么说 然后Fresh Water就会减少 因为它混在海水里,那就没有了 另外到下面,农作物的都会改变 因为气候改变,下雨不是那个时候下 然后全部影响了 有些植物可能会枯干,不行 另外增加,这个很厉害 什么科都会弄到的 什么叫Tropical Diseases? 什么来的? 那些病很型的,看温度做人的 我们的流感,常常说流感高峰期 什么时候? 整天都有,现在更加久的 之前就说冬天就有,十几度就有 现在可能会拖长的 OK?就是这些Deseases OK?有没有问题?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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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